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这个核酸这个地点嘛 就在我家楼下 我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 我一看是28路的 因为他们不是平房的 所以说我就想到这个司机他也不会是平房的 因为吧 这些医护人员都是我们小区内的员工 他们都在我们小区住 所以说他们肯定饿不着动不着 他们家人都会给他送 但是这个司机不一样 他不是我们这个区域的 他们就用他们这个公交车支援到我们这个区来 所以说在想啥呢 我可以为他能做点啥呢 能让他暖一暖 所以说我就想到了 我给他做个饺子吧 好了 慢慢吃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